大家好 今天是1月15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本省增加509宗確診病例 累計60117人確診 當中260宗來自非洲衛生區 101宗來自溫哥為外衛生區 背著個案目前有4604宗 當中349人需要住院 包括68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醫 另外有7132人證受公共衛生監察 省內今天有9人疫亡 累計人數達1047人 而至今有53115名患者已經完全康復 本省也在有一間醫療類設施爆發疫情 另外兩個設施的爆發宣告完畢 省內至今已經有75914人接種了新冠疫苗 但是省衛生部門今天就公布 輝瑞疫苗對本省的供應 將會在未來幾個星期出現延遲 因為輝瑞公司正在提升疫苗的生產設備 當局雖然對此感到失望 也正在與聯邦政府確認 疫苗供應的延遲對本省近期實施免疫計劃的影響 另一方面 菲莎衛生局就表示 有望在今天完成衛生區內醫療烏尼切施的疫苗接種 而位於蘇里的 Emanida Senior Community烏尼切施就指出 該院的住戶在昨天開始接受第一劑新冠疫苗的接種 當中包括本國最年長的老人 110歲的亞裔長者Jahoon Lee 其他省份的疫情方面 亞省的確診病例增加至115,370宗 安省231,308宗 灰省238,745宗 全國的確診總和達695,706宗 疫苗人數方面 亞省至今有1,402人死於疫症 安省有5,289人 灰省有8,938人 全國的疫苗人數達1萬7,729人 本省的企業因為疫情的爆發而受到前所未見的打擊 有調查報告更指出 約7成的受訪商需要面對營業額的下降 根據比斯商會最新公布的一份新冠疫情問卷調查指出 在615個受訪商家當中 約72%企業的營業額有明顯的下降 而有三分之二的企業更是損失達25%以上的收入 雖然這些企業受到疫情限制的影響 和過去四個調查報告相似 但是隨著疫苗接種的計劃逐步進行 有約36%的受訪商家 就對未來12個月的經濟發展稍微感到樂觀 更有兩成表示正計劃聘請更多的員工 比斯治利域學校局學務委員會紐菲爾德 星期二在學校局的公開線上會議上 食宴和舉杯飲酒 比斯教育廳呼籲他立即請辭 學校局的成員也投票贊成要求他辭職 編段看到紐菲爾德在會議開設後 不足5分鐘起床離開電腦 30秒後回到電腦前 點著了手裡的煙和舉起酒杯喝了一口 之後再關掉自己的電腦鏡頭 在會議進行7分鐘後 他的頭部慢慢垂下 好像是睡著了 過往紐菲爾德因為將性別轉變 和虐待兒童一起比較 引起爭議 也有人因此要求他辭職 本拿比王家騎警正在尋找一名 疑似因為露怒而用胡椒噴霧施襲的人 事發於2020年12月29日約中午時間 疑犯在麥叫Street4100號路段 用胡椒噴霧襲擊了兩名男子 之後駕駛一輛白色福特F150高速逃走 受害人認為事件是源於當日早上 車道改變而升級了這種露怒行為 疑犯被描述為二十多三十歲 可能是白銀的男子 他高5呎8吋至5呎10吋 當時穿有一件黑色蓮舞衫 背後寫有《月Dreamlit》字樣 有消息人士可以致電604-646-9999聯絡警方 被視外戶動物協會希望加拿大人簽署請願書 呼籲聯邦政府結束外地獎鳥 和其他野生動物的國際和國內貿易 被視外戶動物協會首席科學家Sara Dubar說 上個月就發生了來自龜瓦娜的五十隻鸚鵡和巨嘴鳥 在前往日本的途中被關押在溫哥華國際機場 一隻大嘴鳥死亡 另外幾隻也都沒有食物 他說鳥類在運輸過程中會遭受極其惡劣的環境 而外地獎鳥的貿易非常龐大 每年都涉及幾千種鳥種和幾百萬隻鳥類 被視外戶動物協會敦促政府結束野生動植物的貿易 挪威截至星期四 有23個獎神在接種輝瑞 和德國BioNTech研發的新型胺臟病毒疫苗後死亡 當局表示有可能是疫苗導致的負作用對體藥長者造成致命影響 呼籲體藥者不要接種疫苗 當地傳媒說23個死者都是住在護路院的虛弱年長病人 年齡都超過80歲部分近超過90歲 挪威藥品管理局在他的網站上發表聲明表示 已經評估當中的13宗個案 相信這款mRNA疫苗的常見副作用 例如發燒和嘔心 有可能令到部分體藥長者死亡 當局承認作為臨時批准使用疫苗基礎的研究 很少涉及85歲以上的人 副作用對這個年齡曾影響的資訊很少 他們一開始認為疫苗的副作用對65歲以上長者來說基本相同 為了盡快給更多人接種疫苗 各個省政府現在考慮將第一劑疫苗和第二劑疫苗之間的接種時間延長 但是各地的延長標準並不或一 而且延長之後會否影響疫苗的效用呢 現在亦未知 對安省省民來說 好消息的就是 目前安省打算嚴格遵守藥廠發出來的指引 來安排第二針的注射時間 因為他們手頭上還有很多這些疫苗 而BC省就打算將那個間隔時間推遲一到兩個星期 寬省甚至想將那個規定時間延長到最多的90天 目前已經獲得批准的輝瑞疫苗和莫德納疫苗 都是需要注射兩次 輝瑞第二劑的疫苗是要和第一劑相隔21天 莫德納的就要相隔28天 兩種疫苗的有效率是95%和94% 但是這個數目都是基於打兩劑之後得出來的 聯邦首席醫療官譚詩醫生和全國各省和地區的首席醫療官 共同宣布 有需要的手是可以合理地把兩劑疫苗的接種時間延長到42天 聯邦副首席醫療官就說 我們不知道第一劑的防護能力可以持續多久 我們知道打兩劑是更好 但是第一劑是怎樣我們就不確定 臨床測試證明 上述兩種疫苗如果只是打一針 防護水平是比較低的 而且人體反應是需要時間 這個意味著你在接受注射之後 是不會立即得到保護 據報導 輝瑞疫苗發揮最高效用的時間 是在第二針之後的一個星期 而莫德納疫苗最高效用的時候 是在第二針之後的兩個星期 溫哥華明天1月16日星期六的天氣預告 預測日間主要多雲 早上有薄霧 溫度最高有8度 晚上有雨 溫度最低只有4度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律師兼民主黨九龍城區議員 黃國桐昨天被捕 被指涉嫌協助 潛途期間被內地拘捕的12名港人 他被扣查超過40小時後 在今晚11時40分 獲進一千萬步星 3月的時候要去到警署報導 他說在滑亞期間被盤問不止一次 並被帶到很多地方搜證 包括他的車輛、快艇 但警方沒有拿走任何證物 我做了律師三十多年 有二十年是專做刑事的 但直到明家路子 我都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是因為什麼理由被拘捕 作為一個律師 所以我們是不會知法犯法的 但我很遺憾 也是很傷感 因為我這次的被捕 令到我 作為合作人的律師樓 受了影響 我會稍時休息 明天早上九點半 我仍然會去探望 我遇上了應該探望的人 包括胡志偉小生 我亦都會繼續 集給我各位用我的專業 做我的深信和應該做的事 不單止新入職的公務員 要簽聲明或宣誓 政府在今天說 所有公務員都要補簽聲明 如果不是有機會會被終止聘用 公務員事務局 今天向國政策局和部門發了通告 公布在2020年7月1日前 受聘的公務員 訂立宣誓或簽署聲明要求 發言人說 上年7月1日前 受聘的公務員 需要簽署聲明 擁護基本法 效忠香港特區 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 公務員需要在部門 發出有關訊息的4個禮拜中 簽託和交回聲明 而受聘擔任 例如部門首長等的 高級職位公務員 就需要宣誓 發言人說 誓言和聲明內容 只是反映所有公務員的基本責任 而非引入額外要求 局方決定一致肯要求所有公務員 遵從宣誓或簽署聲明 如果有公務員 不理會或拒絕宣誓 簽託和交回聲明 當局會總一考慮 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 決定是否按既有機制終止聘用 公務員事務局 不去年10月12日 要求所有在2020年7月1日後 入職的公務員 宣誓或簽署聲明 他們獲聘任條件之一 是需要簽署聲明 並交回已經簽託的聲明 去年7月1日至今入職 並已作出聲明的公務員 由於4,000人 今年疫情比較受影響很多的情況 對你這裡酒店的生意有什麼影響 很大影響 真的很大影響 因為我們是酒店業 只不過是不同的性質 一個是人 一個是寵物 有幾個月甚至乎半年 都很難捱 真的要拿自己的職速出來 頂住租金人 對 對 因為你真的見到已經沒有人問了 然後也沒有人需要入職 無論這裡只有一隻貓 即算有這麼多地方 只有一隻貓 我們仍然會照常的營業時間 照常的服務 然後一樣都是 就算沒有貓有空 我回來我坐在陪牠也要 當店舖沒有貓煮的時候 就有個同事突然打出來了 老闆啊 其實你的店舖是不是都在付租 不如你想想做零售 所以由那時候開始 我就不斷地去密識一些 世界不同 可能台灣 一些外國的好的貓糧 然後我找到回來的時候 以後真的多了人去 跟我們買貓糧 多了人去買這些東西 然後呢 那時候呢 之後我就會突然之間 又剛好機緣巧合的情況下 就想在一些停了的時間 那既然現在沒有貓 又不是很多客 即是沒有什麼客 不如我們嘗試做好公司的配套 即是令到公司更加進步 因為很多東西都殘舊 那怎樣可以升級公司呢 所以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找到現在這個地方 然後之後我就很想在 暫時沒有很忙的時間去準備好 會不會其實你自己的私人時間 即是工作公司的時間 或者做人的時間 會不會相對 突然現在可能要吞詞 首先我覺得這樣就更好 因為他又很忙 如果我無所事事 我就更加無聊 但反而這裡 就是我有我忙 他有他忙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 因為大家都會有自己很喜歡的興趣 他很喜歡飲食 而我很喜歡貓 我成立這個地方 我又很投入 接著到下班的時候 我們可以很多時候去分享 你今天遇到甚麼事 我們貓酒店 今天又入了一隻 很可愛的貓貓 變了大家會多很多的話題 至於你說有沒有影響做人的時間 當然沒有了 一直都是希望可以緣分到的時候 就有的 其實照顧寵物 真的跟照顧小朋友一樣 真的沒有分別 其實我覺得是一樣的 因為為什麼呢 例如我自己養一隻寵物 我真的會上網看 他多少歲就要轉甚麼糧 跟寶寶一樣 多少歲就開始吃糊 然後之後 他生病的時候 怎麼看得出他生病呢 因為他不會表達 他跟寶寶一樣 你要怎樣在生活細節上 留意他不舒服 他有沒有吃東西 現在我會跟我的貓說 如果以來我們有寶寶 你是哥哥 就是那些 還有我常常上網看到 有些貓很有趣的 會跳入寶寶床 我跟寶寶一起睡覺 我覺得很棒 然後之後 有些人不是會說 有了小朋友 就要分開一些貓 敏感 我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我簡直是覺得 他們一定 希望他們一起成長 他們要一起成長 然後之後 我很想我的小朋友 從小已經有 照顧他的責任心 都重要一點 還是貓重要一點 我經常都跟他說 貓一定比他更重要 糯米糍一定比他更重要 還有你的客人 你的客人都很重要 當然一定 他會說話 他們不會說話 你有什麼自己搞定 我不是在家 或者我去了幾天 之前去了幾天旅行 跟朋友 跟著他自己照顧他的貓 我都會很生氣 發脾 因為我搞錯幾點 你現在幾點都還沒回家 我的貓也不想吃飯 跟著他回家 我又會見到那個糧 我說你給他什麼 我說今天要先吃 不是吃貓糧 真的很生氣 男人的客人很細心 就是他那些 你不用那麼緊張 就是那些 但是你覺得你自己 做這麼多貓奴隸的事情 你覺得自己最厲害 是做什麼 是不是產市場 我覺得我最厲害 有一樣東西 我覺得自己很厲害 因為我在家裡 從來不做家務 他老公是經常罵 他老公說家裡吸一下塵 都是他吸的 然後家裡拖地 都是他拖的 然後我從來都 但那時候是說 結婚之後 沒有貓貓的時候 就是沒有貓貓的時候 沒有 一直都是他做的 然後以前在家裡 就是我媽媽做的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 最厲害的那件事 是我在貓酒店 做清潔做得很好 我一回來 我就會很厲害 去擦乾淨所有房子 因為我很想他們 住得很乾淨 然後我會很努力吸塵 然後我會拖地 然後我會 跟他們換貓生 對 然後我老公經常說 在家裡你又不做 然後他說 也好 你回來這裡 每天都做清潔 今天的新聞是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祝大家有愉快的生活 下星期再會